第八十七集 李渊文报 浓眉皱紧 对裴姐看来看 真是多事啊 他兄弟之争火焰未灭 这北边的突厥又来多事 实在可汗 看来这次回到长安 还得嫌 一一突破突厥之势 然后 再设法化解他们兄弟间的纷争 皇上英明 臣这就去准备 齐王元吉 送这太子建成 回到了东宫 见太子非常的疲惫 不认打扰 告辞离去了 太子经过如此的打击 身心疲倦 倒下便睡了 第二天五十过了一阵子 如火的焦阳 已经射进了窗帘 透过金黄色的窗帘 把条条金红色的光辉 撒在床前 太子睁开眼睛 在黑牢里求了两天 看到这绚丽的焦阳 不由得心中欢喜 他明目沉思 想好好地回忆下近两天的情景 就在这时候 宫中的侍从告诉他说 齐王与魏征已经在宫外 等候多时了 太子正是壮年时期 身体又是很康健 一觉醒来以后 精神已经完全地恢复 听说齐王与魏征早早来到东宫 知道并有事情 急忙请他们进来 如今 王归魏征 已经被发配到郡州了 身边最得力的三位文武之才 就剩下了魏征 太子见魏征进来 想到王归魏征 眼望着他 不由万分伤感地叹了一口气 魏征那是何等有心机之人啊 早已看出太子的心思 于是便安慰 殿下万万保重啊 臣送别王归时 他曾说过 只要太子挺住了 我们就都有希望 眼下去受些苦 是伤不了什么的 太子点了点头 放心 本太子是不会让人取代的 齐王借过话 就是 谁也别想夺我大哥的太子之位 我这么早来 正有一事要告诉大哥 突厥人 又来攻打我大唐江山了 李建成听了 不由他一惊 翠问道 此事 还请四弟详细言明 我也是刚听宰相裴继说的 突厥 已经有数万铁骑 过了黄河 正在向南挺进呢 好 有这样事情 李建成自言自语 目光停在了魏征的身上 陈以为对太子来说 这倒是一个好机会 秦王屡见大功 他四处征讨而得 殿下 殿下只因年长 位居东宫 为将来继承大统 须在朝中学习政务 如此这般 才使得秦王占了这个便宫 而现如今 既然突厥来犯我大唐 殿下可趁此机会主动请鹰去评判突厥 这样一来 既可建立盖世功劳 又可借此 剪除秦王的实力啊 李元吉点了点头 正是 大哥 请宁出征 四弟 愿意随行 太子不解地问这位证 若击败突厥 倒是可以建立功名 只是 又怎样剪除秦王的实力呢 殿下 秦王实力 大半在御迟静德 秦叔宝 段志玄等几位猛将的手里 殿下此次 如果能得到皇上的允许 挂帅出征突厥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请求皇上 要求御迟静德 秦叔宝 段志玄等几位猛将 来到你的麾下来 到时候 殿下 在后代之 争取他们 归顺殿下 好啊 如此妙计 调出这几员猛将 秦王势力 已经去大半 秦王元吉高兴地说 只是 父皇能够答应吗 太子还有些不安心 他担心地问着 殿下 此战关心我大唐王朝的安危 皇上 一定能答应 更主要的是 臣敢断定 皇上也不愿探见 秦王一人势力作大呀 对 这时父皇一定会同意 走 我们三人 一同见皇上 李元吉催促着 拉着太子 就要往外走 请秦王再等一等 魏征挡在他们面前 臣还有一事 要禀告太子 什么事 以后再禀告 不 此事关系同样重大 现在说了 太子与秦王 好有个安排 秦王还想说什么 被太子指示住呢 他拉着秦王坐下来 对魏征点了点头 先生还有什么话 请慢慢说 秦王府里的谋事 以房玄陵 动如回为罪 如果能让他俩离开秦王 由断了秦王一只手臂 秦王就再没什么可怕的了 说到这儿 魏征停住了 眼睛望着太子 这个本太子也知道 只是 如今秦王 深信房玄陵与动如回 不但对他俩言听计从 所给待遇 又非常丰厚 现在 我们又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他们离开秦王府呢 魏征停了 魏征一笑 压低声音 陈送王归时 王归告诉陈 他已经设置一个万全之计 可以使房玄陵 杜如慧 离开秦王府 原来 王归在代表太子与庆州都督杨文干 联系斯牧兵用一事的时候啊 就在杨文干的部将中 安插了一个叫何祥林的亲信 王归知道牧兵一事 让皇上知道以后 为了丢阻宝居 便派人密令何祥林 率先告发自己 如今 何祥林已经受到李世民的重用 仍然在庆州做将军 如果现在 让何祥林密告皇上 说牧兵一事 房玄陵与杜如慧早就知晓 他俩人一定逃脱不了干系 齐王元吉问他 只是无凭无据 父皇怎会相信呢 一定会相信 何祥林 是秦王任命的将军 更主要的是 还是陈刚刚说过的 皇上也不愿看到 秦王一人势力所大 在这样情况下 无论是谁 只要给皇上一个由头 他一定紧紧抓住 消遣秦王的实力 太子听了 频频点头 你给王归 带个口信 本太子今后一定要重谢他 臣一定把太子口信送到 另外 本太子要重谢他 还有你 魏征 带本太子开玄规来 首先谢你 臣不敢 臣愿与太子一同出政 不 你要留在东宫 本太子走后 你要替我主持东宫的很多事物 魏征 感谢太子 殿下信任 在大殿里 群臣两旁立着 李渊高高在上 威仪楚楚 等裴激宣读了秦方军情 李渊俯视着重大臣 缓缓地开口 尽情紧急 还请众爱情 畅所欲言 发表自己高见 李渊的话音刚落 太子上前一步 坦然地迎着李渊的目光 说道 自我大唐王朝建立来 征战讨伐 儿臣未有寸功 可如今突厥来犯 儿臣愿领兵出战 将突厥赶往黄河一北 李渊听了 有些吃惊 转念一想 李渊明白了太子的用心 我的太子啊 您也想借征战建立功勋 扩大自己的势力 好 朕就成全你 想到这里 李渊将目光投向了 秦王李世民 只见秦王脸色严肃 却又有些不自然 李渊不由得有些吃惊了 便以目光示意 想听听他的看法